AG故意撞WB想找回场子 破三高却被对面逆风翻盘 对内指挥有点凌乱 极光的打法太过于激进 难怪始终练不出大射体系 等猫神跟以诺回归 指挥跟打法可能会有所改善 伴随着KPL夏季赛结束 大家都进入了漫长的休赛期 这段时间依靠舞排跟巅峰赛来维持状态 然后就在今天凌晨 AG故意撞车WB想找回场子 全员从开始就有所预谋 想要在睡觉前吃回上 把撞WB的分 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被人家吃饭难不难受 我都难受 都睡不着觉 刚好在拍 刚好在拍 做 给你看他喂 撞的就是微博兄弟 跟他们说来狙击他们了兄弟们 随后时间来到两分钟 AG跟WB上路爆发团战 终于直呼出现Bot 双方打了个55拍 怀战也在上 怀战也在上 人压感觉 别人的事 来吧 兄弟 完了兄弟 爆炸了 我卡在一半了 我操 不是我卡Bug了兄弟 我在空中 他妈的停不下来 兄弟 我操 7分钟左右 双方又在上路爆发团战 AG取得了巨大优势 直接拆掉一座高地塔 甚至差一点就可以赢下比赛 我抓了兄弟 接了接了 接了 往往往 往往 往抓了兄弟 看我讲我没想 没抓了没抓了 没抓了 高地 来来来 送了送了 10分钟 AG再次打赢一波团战 打了一波三换四 子墨不愧是队伍的大腿 季晓满一个人 守住了水晶 急越 急越 慢点 慢点 兄弟 急越 小白落了 小白落了 来来来来来 我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14分钟 AG的指挥出现大问题 终于没大招不愿打团 翼安却指挥队友开启团战 直接让WB吹响了翻盘的号角 我没打了 我没打了 别打了 我没打了 别打了 打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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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动了 要动了 打先 别打先 过来 快点 快点 我帮你分担 我帮你分担 我完死了兄弟 我完死了 我完死了 我操 接我接我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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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分钟 AG打团脱节 导致几方的优势全无 乔西的加罗 彻底进入强势期 这边找 这边找 这边找兄弟 我还打我 我还打我 加罗 加罗 没闪 我还没接 你都拉好了 我已经死 我已经死 你没接 加罗 加罗 是没闪 加罗 是没闪 你打的 这波 有感觉 我还转了 加罗 没闪 加罗 没闪 我又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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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接波 你扶 再有扶 快跑 快跑 最后一波团战 AG的决策 出现大问题 团战也是脱节的严重 没能找回场子 又被吃掉一份 我要管线 我要管线 你们别急兄弟 小马要从哪里 没事 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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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赞 我闪你了 加罗 加罗 你们这边小心点 加罗 加罗 我跟小马一为一了 兄弟 能走过 能走过 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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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别别别 我要補上来 你没闪呢 那个加罗 看这个 加罗 下罗 有那个龙的 他能拖住 你拖一下吧 看龙能不能抽 心里 他大概出去了 不 不 我觉得这位就拖 有个鸡蛋完先 有个鸡蛋完先 我说 过不准备 我操 兄弟 我又掉段了吧 我操 为了这把游戏 我又掉两段 还没赢 我操 骑身的两段来打这把游戏 总的来说 AG的指挥有点凝乱 打团容易出现脱节的情况 极光打团经常暴毙 这些都是AG需要解决的问题 可能猫神跟依诺回归队伍后 指挥跟打法才会有所好转 大家觉得呢